第一军情作者,志松据外媒报道,此次中国之行是普京开始第四个总统任期后的首次访华,不与其国师访问级别再次凸现了对华关系的特殊性, 俄总统国际事务助理乌沙科夫表示,与中国的战略协作,是我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之一,两国关系达到相当高的水平。 分析人士指出,美国和西方的压力,让中俄关系越来越紧密,现在很难在中俄之间插入蝎子。 另外,中俄都试图打造一个,不同于西方自由秩序的国际新秩序,中俄之间的密切关系,早已是公开的秘密。 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的合作,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。 本来,中俄关系的政治基础就非常不错,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,动辄试图孤立中俄,搞大权主义和强权政治。 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俄关系的发展。 两国对彼此在国际关系中的支持,不仅有利于维护好国际政治经济秩序,也有利于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。 但作为两个最重要的大国,中俄的走近,无疑会让一些国家不舒服,当上和峰会搞得热热闹闹,中俄大放异彩,不少国家前来捧场,甚至希望尽早加入时。 西方的G7会议,却搞得非常狼狈,据英国卫报报道,特朗普在离开加拿大,前往新加坡后,在社交网站推特上,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进行了人身攻击,贾斯丁特鲁多总理表现得那么温顺亲和,但却在我离开后举行心,文发布会说,美国的关税有点侮辱人,他特鲁多不会任人摆布,特鲁多非常不诚实,非常软弱, 他又在第二条推文中说,由于特鲁多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虚假声明,以及加拿大对美国的巨额关税,我已经只是美国代表,不要支持此次G7会议,不仅分歧严重,而且也不会发布什么联合声明,这在历史上上述首次,无论特朗普以什么理由阻止联合声明,都表明, 其对这个组织已经很不重视了,与此同时,特朗普还表示,希望俄罗斯重返G8,在政治、经济和军事上全面围堵俄罗斯的时候,美国突然释放如此言论,很难不让人多想, 有分析认为,这是担心中俄走得太近,到时会对美国形成过大压力,因此,才抛出了这么一个近乎不止一提的橄榄枝,但在被西方国家严重打压之后,俄罗斯绝对不会轻易上当,俄外长就明确表示,俄罗斯在上核组织下做得很好, 目前,中俄正以上核峰会为框架,形成一个新兴国家的命运共同体,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,影响力与日剧增,而伊朗、土耳其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, 对于这些变化,美国是看在眼里,急在心上,不过,早知今日何必当初,曾经甚至包括现在,美国对中俄出手的时候,可莫那么客气,历史上还有一个大国,同时对抗两个大国能够取胜的先例, 对于美国同时把中俄定义为威胁的行径,早有专家进行过劝谏,可美国偏偏不听,自视甚高,而今,随着时间的发展,美国已经愈发的无力,除了中俄不愿去扶美国压力之外,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反霸队伍,包括其传统的核心盟友,因此,美国是时候反思了,问题的关键,或许并不在于中俄的走近, 而是美国的咄咄逼人,声明,已发现多家媒体未经授权转发第一军情文章,为尊重原创,转载请标明出处,微信公众号转载,请联系管理员开白名单,敬请配合,第一军情开通抖音账号了,请大家多多